2021年12月13日是中国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攻击日 当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攻击仪式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黑色的灾难之墙前各界代表静默肃立 和平哥的胸针在晨曦中闪耀 这场和平守望仪式 蕴韩人们对战争最深刻的反思 饱含对逝者最深沉的悲悯 祈愿和平从这里发出同频共振 真爱和平 民进历史 我们真的是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作为医学工作者参加这个仪式的话 其实开始的时候心情还是蛮沉痛的 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就是国家的强盛以后的话 让我们的生命安全得到很好的保障 纪念馆内 和平大中被撞响 剃力终生中 和平哥腾空而起 在城市上空久久盘旋 今天我是代表我父亲来参加这个国家攻击 所以我感到我的责任重大 我们要牢记使命 要把这个历史记忆传承下去 当天上午 朗朗诵读生 从南京市瑞京路小学课堂里传出 这场名为童心记历史 临上宋和平的特殊民班会 通过直播吸引了中国各地 30多所小学师生的聆听 清华倭寇 鲁律收杀 84年前的今天 清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历史并未走远 把这段历史在课堂上讲给孩子们 这既是告慰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也是为了激励孩子们 不忘国耻 树立家国情怀